经济上严格把控 雷先生解释 是怕妻子学习上瘾 不懂节制 但胡女士却并不买账 她觉得 丈夫之所以把钱卡得这么紧 跟他们婚姻 一个特殊的情况有关 由于我爸离婚 为了我一直是中才委屈 没人跟她说个话 我就住在我们自己家 为了陪伴父亲 胡女士选择 婚后带着丈夫孩子 住在娘家 因为这样 丈夫一直在经济上 有所保留 甚至曾经在更关键的时候 公公婆婆也在钱的问题 难为她 给她心里埋下了不安的种子 生小孩的时候 我婆婆跟我公公 就是照顾我一个晚上 第二天他们就说 我婆婆熬不得夜 然后回去了 我亲戚就叫我老公回来 我老公是回来了 我公公知道我老公回来 那就她大早 好早就跑过来了 好过来就是为什么呢 这个是我在病房里听到的 之前商量好了 第一胎的话 不管是男是女 不可能会上我这边的 我婆婆跟我公公 他们都答应了 就因为生了一个男孩 所以他们又说变卦 说我老公的嫂子 还没有生小孩 第一个孙子 想算户口算到那边 不想弄别人的口实 当时我姑父他们也可能说 跟爸爸商量好 说答应 就是因为什么原因没答应呢 就是因为 我公公看到我老公回来了 就是说要把这个钱 就全部交给他 当时我老公是反对的 他说我老公刚生了小孩子 他在医院里 肯定是需要钱的 你就说说 把所有的钱给拉回去 他们将是争吵了一段时间 我是亲耳听到的 所以我才极力反对 说那第一个小孩 不会上个户口 送到那边去 两个孩子 虽然说一个户口在我家 一个户口在我老公那里 信都是在跟我老公信 你会这么伤心 这件事情是 主要因为什么呢 就因为我们俩 已经结婚 大人应该就不该 有这么多的干涉吧 我没有经济来源呀 我在家生了小孩 我后面都肯定没工作 我没钱的话 我要如何去扶药小孩 这件事情的发生 是让你觉得不安全了吗 对 极力的不安全 然后回想起来 一系列的那些动作 他自己想过 自己去在县城卖个房子 他跟他们家人 已经商量好了 不会给我商量 我和他结婚 他还不是嫁到我们家 我也不是去他们家上门 是吧 我自己开个店 在县城里面 我一个人经营 我们是跟他们 跟他父亲一起 生活在一起嘛 还有两个小孩子嘛 我都是住在他们家 我家里啊 我基本上什么都没管 你也要理解我 你也要去照顾 我家里人的感受是不是 因为之前我们吵架 吵了好多次 我父母啊 每次晚上 就是我们吵架啊 就从我们那里 骑个摩托车 骑到他们家 有几十公里嘛 就是半夜也会过来 看得出来 雷先生内心 对于住在妻子娘家 是有不满的 但过去 胡女士安心在家 对她迁就 多少平复了她的内心 可如今 她觉得 胡女士变了 总是想外出学习 事业心和生活态度 更是和她呈现了 对立的状态 这一次 妻子提出 要花钱去重庆学习 四十五天 让她到了崩溃的边缘 在她实在阻止不了妻子的时候 她拉出了老丈人 我管不了你 那我就让你自己爸爸去管你 那么关于这次外出学习 胡女士的父亲 是真的强烈反对吗 对于女儿女婿的婚姻问题 她又会如何看待呢 我们现场拨通了她的电话 喂 胡先生你好 我们简单聊一下 因为女儿这次要出去学习 在家里引发了挺大的事情的 我们想先了解一下 您是出于什么考虑 不愿意让她去学习呢 这外面的这个 我觉得确实是怕传销 如果不是的话 确实有这样的 类似这样的学习机会 您愿意她出去学习四十五天吗 不愿意的 为什么呢 这个东西好像是 她在家里搞了一年了 没有搞去什么名论了 假如家里有钱 这话你花了几万块钱 我可以还要见了 你现在家里没钱 亏了一个一块钱就一块钱了 对吧 嗯 你现在你 我找到那些什么活 打针的话 一千两千 老是你自己吃就够了 你在家里 就照顾两个小孩 你主要还是从现实的一些困难来考虑的 对吧 嗯嗯嗯 可是在女儿心里有这样一个想法 她希望自己变得更好 你自己的命运 嗯 你命运有十 争算有 命运无十就不要强求 就是这样 什么什么 命运有十 好 终于有 命运无十我强求 就怕她会出去上当受骗是吗 是 从她那么小的时候 您一直都没有再婚 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以前我就看见了好多人家 有前男后妻 就有看法 臭忙忙的事 把心情不好 我就一直没有 我自己的女儿 我自己都知道是吧 她想做什么 她继续去想 去做 一直以来 您对女婿觉得她做得怎么样 女婿们 她的以前 就不管你 在家里类似人好 她就不管 成全年吧 今天在家里调改了 她是初识变了 对 放在这都说 只要我说还是 嗯 好 对还是 好的 明白了 谢谢您啊 胡先生 我先挂电话了啊 我老公跟我爸的想法就是说 万一亏了 就是不是想好的方面 就是想负面的影响 做什么事业的 首先如果先想到亏的话 就没人去做事业了 不可能不学习 如果不投资 脖子一项的东西的话 那你肯定是赚不到钱的 她去外面肯定不是个事 就没人去做事业了 就没人去做事业了 就没人去做事业了